一阵风把力全开 一路就全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处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士 英雄的乞丐 小八成 我名字是 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若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巢穴仙风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吧 哥德马上赶到 巢穴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陷阻也不怕累 小跋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巢穴仙风 就是巢穴仙风 很久以前 人类用火和泥巴 创造各种淘气 一开始 淘气只用来吃饭 喝水和盛放各种东西 现在淘意是一种美的享受 大家通过淘意 休闲放松 尽情创作想象 增添艺术的光芒 好像还缺点什么 哇 这满满的大自然气息 真是让人舒服的 浑身颤抖 等等 我应该要分享给大家 田田 田田 阿丽 我在工作 我要给你看个 有趣的东西 什么是磕磕错 这是用贝壳 建造的房子了 是不是满满的 大自然的气息 阿丽 你是不是又有了 什么艺术灵感 没错 我想要大自然的东西 承住我的设计力 不过 我还没有想好做什么 艾迪 你有没有什么 绝妙的建议 可以模仿螃蟹 制作出八只手臂的机器人 没错 还可以制作出 超高速的电脑主板 听着不错 不过 我还是再想想吧 又发现一个 哥德 你真厉害呀 没有啦 小金 没有发现垃圾 是个好现象 没错 说明大家 对海洋保护的意识提高了 对呀 可是 我也想建一个 小金 我们再到前面看看吧 好呀 我们快走 虽然干净 不过 贝壳似乎都不见了踪影 小老子 麦女莎 你们过来 我和哥德发现了 很神奇的东西 是不是很神奇 会走路的瓶盖 是很奇怪 瓶盖怎么会走路呢 是寄居蟹 塞拉斯 什么是寄居蟹 寄居蟹是一种 居住在贝壳里的螃蟹 因为腹部柔软 必须寄居在贝壳中保护自己 当寄居蟹逐渐长大后 寄居蟹们会上岸寻找更大的贝壳 换掉的贝壳 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寄居蟹看上 不过 寄居蟹为什么会用瓶盖 替代贝壳呢 难道寄居蟹的品位改变了 我猜这应该和海滩上 消失的贝壳有关 没错 塞拉斯 曼丽莎 小金 请回学院 我们发现街道上 出现奇怪的现象 收到 你们看 快走了 回家还要洗作业呢 什么东西 不用 看来沙滩上贝壳消失 给寄居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可是 海滩上的贝壳去了哪里呢 会不会是海鸥 把海滩上的贝壳都叼走了 小金 海鸥只喜欢吃贝壳肉 不喜欢捡贝壳了 原来是这样呀 各位 我认为 我们现在是不是先想想 怎么帮助这些可怜的小家伙 寄居蟹表面很脆弱 没有贝壳保护 寄居蟹长期暴露 会因为水分蒸发而死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快行动吧 目前 寄居蟹已经给城市造成了混乱 我们需要尽快把它们聚在一起 而且 还要尽快给它们解决贝壳问题 可怜的小家伙们 就快要被晒死了 不如 我们给寄居蟹做贝壳 嗯 这主意不错 最好 不要给海洋造成污染 又淘尼 我们可以用淘尼制作贝壳 阿丽 这主意真不错 可是 我有一个疑问 阿丽 用淘尼制作贝壳 会不会很费时间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解答吧 我们可以利用3D打印技术 来制造淘尼贝壳 那我们现在赶快行动吧 稍等 小金 我们还需要商量如何把寄居蟹聚到一起 抱歉 有些激动了 寄居蟹会在求偶的时候发出声音吸引异性 现在正是寄居蟹求偶时期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声音吸引寄居蟹 萨拉斯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制作一个大的扩音器 发送声音 没错 这个主意我也非常喜欢 既然如此 那我们行动起来吧 没问题 耶 完成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猛量球集合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机车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 代表艺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Athletics 代表运动 这一切组成了 超悬先锋 超悬能量 哥哥变身 工程人出车哥等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你的外卖马上到 居然是寄居蟹 太过分了 谁来救救我们 看 是超悬先锋 看 是超悬先锋 哥德 我们开始吧 明白 漂亮 我们成功了 鸡巨蟹被我们吸引过来了 你在换什么 阿丽 稍等 这贝壳真漂亮 没错没错 阿丽 这贝壳真漂亮 谢谢 这是我通过鸡巨蟹得到的灵感 自然与艺术完美融合的作品 阿丽 有什么含义吗 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当然 艺术家先生 可德 我们准备吧 明白 哥德 就是现在 布布 无关的话 不立刻 这个也送给你们吧 这只寄居线好奇怪呀 怎么不换壳 这是怎么回事 寄居蟹选择贝壳 也像人类挑选衣服一样 追求时髦 一定是阿力绘制的贝壳 让寄居蟹感到新颖 我们要赶快想想办法 寄居蟹们会受伤的 怎么逃过来了 别追我呀 危险 大家快躲到石头后面 看样子寄居蟹们一定都想要那个涂鸦厚的贝壳 所以才会那么激动吧 没错 招学先锋们 我们重新制作带涂案的贝壳吧 嗯 了解 嗯 了解 嗯 嗯 了解 嗯 了解 嘿嘿 嗯 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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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超享受的一天 哦 可是我想美美的洗个澡 我也要 只是 还不知道到底海带上的贝壳 为什么会消失 我们再解决贝壳吧 好啊 看来贝壳消失的原因找到了 这可不是好现象 我们需要在海边设立一个警示牌 阿丽 交给你了 没问题 这是我们为寄居县设立的专用区 我们虽然不能阻止大家拾取贝壳 但是我们可以呼吁大家 帮助寄居县们保留一些贝壳 这一次圆满结束了 当然 还没有 我们还需要一些音乐 好了 小探险家们 到森林旅行时 我们需要小心哪些动物呢 蛇 说得很对呢 我的好弟弟 蛇是用舌头来闻味道的哟 它们深深舌头 是在侦察周围的环境呢 哦 它是这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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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哦 别担心 小家伙 我来救你了 呃 努力的 努力 趁现在 小家伙 哎 你没事吧 啊 哦 哎呦 哎呦 好猛的兔子 好猛的兔子 它看起来好像我小时候养的那只耶 哎 哎呦 阿丽 又在进行艺术创作啦 这是明日岛道 都五分不图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赛斯 今天的森林旅行怎么样 超棒的 伙伴们 你们下次也该一起参加 下次 我第一个报名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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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什么呀 什么也没有呢 啊 一只小狗 啊 哇 好可爱的小狗 啊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达尔文 可是 狗的背上 会出现这种条纹吗 嗯 达尔文可能是 斑马的远房亲戚吧 赛斯 你到底在哪里 找到达尔文的呢 就在森林 它被困住的时候 我救了它 现在我们是好哥们了 呵呵 呵呵呵 呵 对不对 小家伙 啊 赛斯 你一个人在森林里乱跑 是非常危险的 可我救了达尔文呢 接着 你还把它带走了 你不能把一个奇怪的动物 就这样带出自然环境 它有它自己的家人呢 万一它没有怎么办 呃 谁是小乖乖 是你吗 呵呵 就是你了 别这样 呵呵 呵呵 我得去问问爸爸妈妈 能不能把它留下来 呵呵 你们会帮我看着它吗 爸爸也会了 我不觉得那是个好主意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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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想摸摸达尔文呢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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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吧 赛斯 我们可以暂时照顾它 但如果爸爸妈妈不允许 就要送它回去 这样可以吗 嗯 好吧 你要乖乖的哦 达尔文 我很快就会回来 呵呵 好吧 达尔文 让我们先来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动物 啊 张开嘴巴 小家伙 你在量它的体温吗 我在做DNA研究 能查出它是哪种动物 那你是什么呀 达尔文 达尔文 快回来 大尔文 那是我的茶 啊 啊 哎 没用了 你这个小导弹拐 别想踏我呀 你这只调皮的小狗超级调皮 有结果了 达尔文是塔斯玛尼亚虎 小虎 它想要按摩一下肚子呢 别上当啊 它只是想引诱你过去 老虎同样也是这样做 达尔文不是真正的老虎呢 它是一种学名为带狼的动物 也可以说是长着狼头又有带子的狗 一个狼头 它还有个带子 像袋鼠一样 对呀 看到了吗 就碰它的嘴巴 我觉得它能一口就把你吞掉 小金 别被它的嘴骗了哟 它能抓到的最大猎物 也就是小型哺乳动物和鸟而已 可是 我怎么没在动物园里见过它呢 因为它们在1936年就灭绝了 哇 了不起哦 达尔文 你是只灭绝的老虎呢 哇 加油啦 达尔文 跟着那个球哦 爸爸妈妈说不给 赛斯 你现在可是一个英雄 你发现了一种 大家都以为灭绝了的动物 是达尔文吗 对呀 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留着它 它得和它的同伴在一起 我们一起帮达尔文 回到家人身边怎么样 达尔文 你想家了 对不对 好吧 伙伴们 是超学先锋出动的时候了 有 各就各位脑洞大开 超学能量球集合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 代表艺术 Mathletics 代表数学 Atletics 代表运动 这一线组成了 超学先锋 找到线索了吗 没有呢 塞斯 雪地是这儿吗 嗯 我就是在这儿发现达尔文的呀 可是 他的家人好像不住在这里呢 嗯 嘿 大家 快过来 好 看 前面就是双月岛的森林 我们可以去那里找找看 嗯 说的没错 天哪 啊 啊 他们破坏森林 是为了给购物中心捅地方 就好像 人们对亚马逊雨林做的那样 现在 我们知道达尔文 为什么要逃出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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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 等等哟 达尔文 哇 达尔文找到他的家人了 啊 他们好可爱啊 看啊 他们看起来就跟我们一样 哈哈哈哈 塞拉斯 达尔文他们没家了 我们得帮帮他们 哦 这些可怜的小动物们 也没地方去了呀 哇 或许 我们可以给这些大树 搬个家 好主意 阿烈 我们把树木移植到明日岛上 给小动物们营造一个新家 哈哈 我可以帮忙运送树木 我已经贞得工地经理的同意 可以用这些货车箱来放树木了呢 太好了 那么哥德 变身掉壁车 收到 超鞋能量 哥德变身 工程票给出 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开始行动 走 下一只车箱要来喽 啊 谢谢你达尔文 你可是帮了大忙呢 耶 帮忙了 填尔文 别伤心了 我保证 你们会有一个更好的家 哈哈 出发喽 出发喽 伙伴们 准备好建一座森林了吗 准备好了 我要稍微计算一下 才能知道 要种植树木的 合适距离是多少 我打算 在周围造一道防护栏 这样就能保护 这些塔斯玛尼亚虎了 根据我的计算 每棵树的距离 应该是三米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 小鸡 这里需要补充材料 来了来了 太棒了 完成 许一发达尔文 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 太好了 他们喜欢这里呢 我有礼物 要送给他们呢 画得太棒了 阿力 现在大家都知道 明日岛有动物保护区了 那么 其他病危动物 也可以生活在这里了吗 对呀 要感谢你才对呢 好好享受你的新家园 达尔文 我们还可以 尝回来看看吗 随时都可以啊 干得好 伙伤们 尤其是你呢 哥德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啦 随时都可以 你什么事 你 Vanessa 你不能让你 你 你是你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